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战的侧脸条件非常的优越 力挺的鼻梁 清晰的下额线 妥妥的帅哥一眉 当时肖战低着头想事情 旁边站着多位工作人员 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当中 紧接着 白百合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浅绿色外套 内搭粉色衬衣 下半身宽松牛仔裤 脚踩粉色帆布鞋 打扮得相当的独特 白百合戴着口罩 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 身材非常销瘦 随后 王林也跟上了白百合的步伐 两人估计是在店里拍戏 只不过王林这只衣服有点太过随意 有种睡衣的集市感 据悉 肖战白百合正在拍摄新剧《焦阳伴火》 该剧于9月底正式开机 目前正在重庆取景 最近这几天 全国的天气都变冷了 重庆自然也不例外 王林和白百合走路都把手抱在怀里 可见这样的天气拍戏也不容易呀 前几天 有网友拍到了肖战吃东西的画面 他右手拿着笔 左手拿着面包在啃 还不忘盯着笔记本 可见肖战拍戏非常的敬业 休息之余都在研究剧本 网友都夸肖战好刻苦 甚至有人把他手里的面包看成了苹果 但是仔细看会发现 其实肖战手里的是粉色袋子 并不是面包 肖战在《焦阳伴我》中饰演的是一位职场新人 白百合在剧中则是知名广告导演 他有过一段婚姻 两人间在剧中上演姐弟恋 这样的角色对于肖战来说 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白百合的演技自然不用多说 这次搭档流量演员肖战 很多网友还是非常的期待 焦阳伴我自开拍以来 网上曝光了很多路透照 甚至还有一些人为了谋取利益 私下招募群演 以此来骗取钱财 剧组呼吁大家共同抵制路透待拍 不要非法传播剧集信息 共同维持好现场秩序 自从肖战走红后 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广告都接到手软 虽然资源很多 但是肖战并没有盲目地去接戏 出演的角色一个比一个有质量 演技也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不仅如此 肖战还在全国巡演话剧 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最后祝福肖战拍摄顺利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对此你怎么看呢 目前肖战和白百合的新剧《焦阳伴我》正在拍摄中 加上这部剧肖战已经累积了三部代播剧 今年上半年肖战陆续播出了两部作品 而且两部剧都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肖战在表演上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 无论是演技还是台词都有一定的提升 肖战并非是科班的演员 入行以来一直都在努力地学习 前一段时间还有网友爆料 肖战私下其实一直会上一些课 最近有网友发布了肖战的演艺发展新动向 有艺术家想要邀请肖战参加话剧《雷雨》 有一段时间肖战参与了话剧《如梦之梦》的巡演 对于肖战来说 话剧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领域 虽然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一直都在坚持拍戏 但其实很多年轻演员愿意尝试话剧表演 话剧是更加能够反映一位演员的真实的演技他 肖战在参加巡演的时候 同一个剧本 同一个角色需要多次的表演 每一次巡演的时候 粉丝们抢票都非常的激烈 也有很多网友抱怨 每一次都抢不到票 肖战凭借自己的人气 让话剧走进了更多人的世界 相比较电影和电视剧 话剧是比较小众的文化 对于肖战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 最近有消息称 艺术家雷洪志向肖战发出邀请 希望肖战能够参加话剧《雷宇》 雷宇一定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很多朋友一定都在学生时代 在书本上看到过 这位艺术家是很欣赏肖战的 也觉得肖战在这个话剧中 是有能够胜任的角色 粉丝们也都非常的欣慰 因为肖战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被认可 肖战是值得的 在肖战刚走红的时候 他确实受到了很多的争议 人红是非多 也是娱乐圈中不变的一个规则 而肖战反击的方式真的很高级 他并没有言语上的回应 一切都是通过行动证明的 这两年肖战的作品陆续开播 有一段时间肖战连续出演了很多的古装剧 今年肖战有连续播出了两部现代剧 不同时期的作品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惊喜 大家能够感受到肖战的进步真的很明显 在很多作品中肖战都是原声出演 他的台词进步也是很明显 让粉丝们骄傲的是肖战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更好 走红之后有很多品牌看中了肖战的热度和流量 想要与之合作的品牌也越来越多 但是正是合作之后 有很多品牌都是被肖战的态度和诚意打动 因为肖战创造的价值真的是不可限量 如今肖战对自己一直都是高标准严格的要求 接下来的代播剧呼声都非常高 玉古瑶虽然被网传了很长时间 但是最后还是没能开播 梦中的那片海高杀青几个月的时间 估计也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开播 粉丝们都坚信好的作品值得等待 而且这几年对于影视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临时的播出调整也是很正常的 肖战应该是少有的按照电影发展路线 出道仅有六个年头 仅凭几部电视剧作品迅速出圈 且完成了少有小声抗拒的成绩 过生日海外多个电视台以影视剧角色发来庆祝 电视剧所成就的影响力 就让肖战在时尚资源和商务资源上 打下了一片天地 且有多一无二无法复制 也无法被替代的男明星 目前的内鱼难寻其二 要细数肖战合作品牌之间 打破原有规则的势力 那就太多了 与高奢品牌的深度合作 从代言到台前产品 凭借过人的号召力 赢得托德斯的全球首发广告大片 纯粹的东方面孔 在奢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2年到期不续品牌有五个 满汉大餐 Osmail 地蓝圣雪 易达 波斯登 新增十二个 上汽奥迪 德福 Nurse 百事可乐 欧莱雅 Pro 好莱雅膏 新养道 青岛皮球 圣罗兰 安热沙 新香印 瑞偶 续约十五个 2022年结束前还有五个 是否和肖战续约 马上就要等来答案了 这五个的其中奢牌 哭起是否和肖战续约 或者是签约的时候 就不是一年的合作 就看十天后 全新的广告大片 就能知道结果 说时迟 那时快 有网友在海外媒体上 看到肖战在 惊涉行业观察 的观察报告中 看到了有关肖战的报道 一句 肖战的邀请 带来了巨大流量 一条微博 产生了493万美元 媒体价值 占哭起 总媒体价值的28% 我的天 这样行走的财神爷 不说别的 评估 带货号召力 全是品牌封壳 不许肖战 将成为巨大的损失 哭泣的续约 会让肖战的奢牌 续约率高达百分之百 目前托德斯和珍丽石 都是继续合作的 肖战俨然成为了 高涉新贵 就算是单线品类 拿下的依旧是高端大牌 而这也还不是顶铁 凭什么被大牌 频繁青睐的原因 这条微博所创造出的价值 就给出了答案 说到肖战如此卓绝的商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总是离不开流量和粉丝这两个关键因素 但如果细究肖战的商业价值 已经将顶流这个赛道甩在了身后 所开辟的新赛道 是在顶流的基础上完成了真金白银的号召力 销量从官宣开始 就如做火箭之士的村长 线上线下双爆 不管是从排名看 还是线下的一些SA反应 不限品类 国民可以 高涉更不在话下 这个赛道也成为了肖战被高涉品牌另眼相看 争相合作的核心竞争力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一条微博创造出的商业价值 肖战又刷新了认知 奠定了商业价值的夯实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